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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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车经会理事长黄天嘉 这个人我要说实在 我少一把酒都给他说 看到这个 我查出你的性命来源 就由公主我安排 好 从天为定 一言为定 从天为为冬天 海标将军月昏仙 从来江江三千代 海标将军月昏仙 那时候想说国中毕业 就有个冲动想去学歌载戏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认识 不知道从怎么入门 那时候多着迷杨丽花跟许秀年 每天时间到电视一定要转开 而且刚好我妈妈本身 她对歌载戏是非常着迷的 她是全三峡镇 只要有哪里庙会演歌载戏 她就把我带到哪里去 那小朋友就是觉得 刚开始是觉得棉花糖还不错 都有卖很多香肠一些好吃的 但是慢慢的觉得说 那个台上的小生跟小蛋 男的帅女的美 就对他们的打扮 就深深吸引我 我就是会去后台看 刚好有一天 我们有一个十三少的结拜会吃饭 我们那个大嫂就在现场 就把林佑老师帮她 披图了一个金句的照片 给我看 说漂亮 我说真漂亮 她就说 然后现场她就邀约说 她想去学歌载戏 有没有人要一起去学 那时候我就义无反顾 马上举手 就我要去 然后全场看一下奇怪 怎么都没有人举手 就我一个人举 其他人好像都没兴趣 他们都对什么舞蹈 那个妈妈对那个 比较有兴趣 觉得学歌载戏 现在哪有人在学这个东西 但是就是挑起了那个 小时候潜在的那个 对戏剧狂热的那个音质 就被挑起来了 就跟我先生讲说 很开心告诉他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有个剧团 叫台湾文化剧团 我现在是里面的执行长 然后我现在一听了以后 我心情开始往下沉 他开始说 很专心的看着我 跟我讲一句话 千交代万交代 他说 您玩可以 但别搞个剧团出来 他说您知道吗 那个 听说他就有看到 那个孙翠凤的采访嘛 也是卖房子啊 来办公演什么 他跟我讲说 您记住一句话 不要加入什么剧团 学就好 我们家的房子没有要卖哦 我很怕你加入了以后 就把我们家的房子卖光了 后来我就开玩笑 转过去跟他讲说 怎样 你也在乱 你忘记我们做哪一行的吗 我告诉你啦 我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卖的是自己的房子 我卖的是别人家的房子嘛 我记得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刚好是他们要去参加明华园 他们演出 刚好有一个开场 就要愿意给他们这个歌仔戏 帮你一个机会 让他们去演那个开场 然后刚好我去的第一天 他们就在书画 我想说这个书画太简单了吧 因为我本身就是没法讲师出来的 我就现场就开始帮他们绑头发干嘛的啊 然后觉得这太好玩了 然后那一天去就帮他们当摄影机啊 帮他们提东西啊 然后看他们在台上演 那时候心里就想说 其实从来没学过也从来不懂 但是因为从小看到大 虽然不一定会演 但是很会看 那时候就觉得 虽然一些学姐 可是心里 一样就是很自信 就觉得说 如果那个舞台上站的是我 我铁定演得比他们好 那时候心里就这样想 可是想说有点臭浮音 但是就是觉得说 好像感觉就是属于那个舞台上的人 努力偏要欢喜到立行 似这个油好风的 似不似 似得 似得 伍似得 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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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他们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从来不怕 就是觉得 这个老师一听到他唱歌 就觉得铁肺 怎么有人这么能唱 这么会唱 那我就知道说 我已经找到我生命中的良食 我大概差不多加入歌仔系三个月 第三个月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走专业路线 也许记忆要谈专业 这个可能需要时间的累积 但是东西可以配备很齐全 就好像我在打高尔夫球也一样 我的配备比谁都齐全 球具一打开 我吓吓车 那个光是球具吓死人 但是打出来吓死人 老师教的所有学生里面 是第一个从带真正的歌仔系头套 是我开始的 那时候就是我跟老师讲 我要专业的东西 那人家说像不像三分样 至少东西需要专业 我也是我跟老师讲说 我没上线 你不用给我限定说我一定要多少以内 但是我就是要漂亮 我就是要好看 我就是要专业 我说记忆的东西没有办法 今天明天就变很专业 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 现在马上可以补强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很多的戏服 我跟老师讲 有什么只要新的造型的都跟我说 照单全收 我那时候最早大概差不多半年多 我就已经大概有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已经有一百多套的戏服 那时候就是只要有我就买 有我就买 那我就是反正无论你是演妖环的衣服 演老夫人的衣服 演小姐的衣服 你要什么角色 我觉得家里面什么衣服绝对都有 这里所有的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头饰都是手工的 都不是同一个师傅做的 其实光是在做我的头饰的师傅 就有六七位 这个都是来自不同师傅在做 那你说这一个头饰来讲的话 本身那个现在这个师傅 已经身体体力都没那么好了 所以就已经也没办法再做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会很想把它保存下来 以后的话就可以开一系列的一个展览 让人家知道说在每个时代下 它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呈现 每一个包括前面后面背面 全部的包括这些珠珠这些 全部这些都是手工一针一芡去缝出来 所以说光是一个头饰要做到好 定制到好 有时候我有个头饰 等了都半年一年都很正常 这套细服的话 是整个去下去定制的话 是大概半年才完成 那我们会发现说一般的那个细服的话 上面都是用牡丹花 但是我们这个是用莲花 那当时这一套细服是专程去定做的 光是定到这套细服就要两万多块 那它本身的话包括它的袖子 整个都绣得像一幅画 而且它这个是用那个银线下去绣的 其实金线银线是比较不好绣的 那包括它细服的背面 整个也都是绣到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当时是为了这套细服回来以后 又去定做了这个头饰来搭配这套细服 让它整个更完整性 去定制的话 有空就是一条绿林 有空就是一条绿林 有参与吗会有本人 我也有空会咱是一条绿林 有参与吗会有本人 我要有空会咱是一条绿林 那像這種就屬於台灣的師傅的手工戲服 那這種手工戲服的話 就是很適合在野台戲或是大舞台的時候 那本來就是會需要比較誇張的方式去呈現 那這個時候因為大舞台距離也都比較遠 所以會需要像這一種比較舞台性效果比較佳的 那麼下去用的話整個的舞台效果它會來得更好 那這些戲服也都是 你希望說這一套跟這一套跟這一套跟這一套 其實全部都是不同的師傅做的 那當然它在價位上就會有差異 那差異在哪裡 像以這一套來講的話 它就有縫非常非常多的排轉 那這個都是要手工一針一線下去縫的 所以像這一種戲服 動用了很多的手工在縫製的這個部分 當然相對性的它的價位也會比較高 和一千前後 寬勝用了 一套一千前後 寬勝用了 一套一套一千前後 寬勝用了 像這邊的話 全部都是小旦的戲服 那其實每一套都是很有特色 也都很漂亮 那這些都是我的寶貝 我的心肝寶貝 那像以這些頭飾來講的話 目前只是冰上一小角 我們家裡面是有大概100多個頭飾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的頭飾 因為我有將近300套的戲服 那我一定要有這麼多的頭飾 因為不同的衣服一定要搭配不等的頭飾 那才會畫龍點睛的效果 那因為我本身是完美主義者 我一定要讓我搭配到看這個 就是要搭配這一組才對 如果感覺不對 我會再重新訂做一個 我會為了一個頭飾 去訂做了一套戲服 我也會為了一個戲服 去訂做一個頭飾 但是呢 出來就是我要的那個感覺 也確實這麼多年來證明說 我們事先就是要準備好 隨時你要公園的時候 你所有的衣服你都有了 所以我們這次文化季來講 所有的服裝跟所有的頭飾造型 都是我負責去打理跟搭配起來 那呈現出來我相信 會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們希望走的是精緻入線 也讓人家了解說 原來歌仔戲是這麼美 包括她的服裝 包括她的頭飾 都是這麼美 有很多東西其實它是有它的文化內涵 是應該要一代傳過一代的 那我也覺得說 歌仔戲這個東西 人家說的有一些 已經算是沒落的時間 不是最興盛的時期 那麼在這麼 其實這個是算於我們台灣的一個巨種 那我們也希望說 既然沒有能夠 也是希望能夠為這個傳統的文化 能夠保留一些東西下來 那像有很多師傅其實慢慢在凋零 包括我現在做的頭飾 有一些師傅已經往生了 也不在了 那這種東西 別人也沒有辦法再做出 他做的這種感覺 那其實這種東西 我就會有一個想法 一個構想在裡面說 我希望有朝一日 我來開一個展覽 但是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要蒐集這一個人 在這個時代 它是一個象徵性 在歌仔戲是有一個 地位象徵性的東西 那我希望展覽的時候 能夠把他後代子孫 也邀約一起過來 讓他們也知道 他們家的前輩 曾經為歌仔戲 做了哪一些的貢獻 小蛋跟小生 當然是不一樣 它是走柔美路線 那我們的手指來 來大家把手 兩隻手拿出來 那我們手指有分 像這樣子叫蓮花指 那這樣叫疊子 好 那我們先來比幾個手勢 來我們比方說 我們用這隻手 來比這一邊的話 上下 用疊子或蓮花指都行 然後換另外一手 上下 一個手怕掉下去了 我們一般可能就這樣子撿起來嘛 那我們小蛋我們是比較優雅 我們不可能這樣用 我們一定是這樣子 對 腳後靠 下去摸起來 再拿起來 嗯 又拍一隻 又看一隻 對 這樣子起來 就會很優雅很漂亮 那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然後其實也有好幾種鎖法 那我們也可以 比方說 像有時候是用戳布的方式 這樣子走 如果你不會這樣子挪 我們就乾脆這樣子走 然後中間有一個肩奏 肩奏我們就稍微走一下 那他因為他是皇后 所以他慢慢的走 不用說比到非常的柔 我可以 他是慢慢的走 因為是在思考 也是在想 也是在萬坦 自己的身世 怎麼這麼坎坷 涼涼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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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剷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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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看過 下北人為關 在看三更 經年相逢天 其實一開始要學這個歌仔戲的時候 很多人是不看好的 甚至有一些人覺得說獅子惠的一些朋友 一些姐妹他們還覺得說 不會吧 你要去學歌仔戲 感覺上就不是對這個歌仔戲非常的認同 那也覺得說好像這個不是上流社會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說事在人為 任何一件事情是看你做的人怎麼做 很多東西其實它是很有底蘊的 是你沒有發現它的優美之處 那我覺得說我遇到一個外行人 但是有一天我會讓你明白一件事 這一份事情是對的 能堅持做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就堅持的做就沒錯 一直到現在五年後了 真的讓大家刮目相看 然後也可以看得出說 原來歌仔戲是這麼有底蘊 原來歌仔戲是這麼有氣質 原來歌仔戲是這麼有氣質 就是要接策進會就是為了歌仔戲才接的 就是要接策進會就是為了歌仔戲才接的 這也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為他們每年都會辦音樂會 其實這個已經在腦海裡面想很久 就是要辦一場大場的歌仔戲公演 這是我畢生的心願必要達成 那其實那時候剛接那個V2區的講師 第一期開課的時候 我就已經曾經跟我們的歌仔戲社學員講過 希望有一天能夠把他們帶上大舞台 那我也要兌現我的承諾 那其實當時不是隨便講一講 是心裡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副案 想要去推這樣的事情 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了 因為剛好就是剛好那個今年擔任 北大策進會的理事長 那以往我們策進會是在每年都會辦一次的 那個音樂風華一個音樂會 音樂饗宴 那其實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有個想法 如果只是一般的音樂會可能也很普遍 那是不是我們今年要有一個不一樣的創舉 來用一個戲劇的東西 把所有的音樂是串連在一起 所有的演出也都串連在一起 那麼也會有別於以往 他策進會辦的音樂會的屬性 這次就是也跟我們台灣文化劇團合作 有我們的林佑團長這邊 研究的拍板定案就是以我們V2區這邊的學員 因為考量到說大家都當過會長 都獨當一面很會拿麥克風 那相信說很會拿拍克風的人 一定對演出也比較不會卻場 那所以說我們這次包括音響包括樂師 都是給大家最好的最強的 那這次的所有相關的一些活動 可能就要麻煩各位同學多付出一點心力 那也感謝各位同學的支持與愛戴 希望我們這個文化劇團活動能夠順利圓滿 謝謝感恩大家 我覺得說歌仔戲這個元素 具備了很多很多音樂的元素在裡面 那又加上說聲段跟戲服整個的整體搭配起來 我覺得會是更有看頭 因為我們測進會其實沒有多少經費 整個全部拿起來看也沒超過十萬塊 就幾萬塊的東西 但是要辦一個幾乎可以說是一百萬的預算的一個東西 其實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其實當時跟老師他們講說募款的話 其實那時候很多人都問我說可以嗎 我說可以可以沒有問題 其實我心裡真的沒有底 我現在才敢跟老師講實話 其實真的沒有底 是真的打算說真的沒辦法 只好把勞本掏出來貼了 請公主出席 我抵曬主角 你的抵曬主角 好 這樣本公主就扣你的第一席 所留在演套 這 對不出嗎 對不出嗎 對不出 那才出這二席 當中記憲 這個 是金無水黑頭 對不出 再出第三席 有些人 這也是有些人 對不出 這也是有些人 吱吱 不接 那你一點點 這也很容易 告訴我 你會有些人 要繼續 好 很好 久不見 這個我們的理事長 我們在北大車經會理事長 黃天佳 這個我們說實在 我先把手指給他說到這個 好 看到這個 因為他第一個 他敢做 敢奉獻 敢用 我說沒有錢要怎麼辦 他說來沒款 沒款要沒多少 一張如果我們在票一百 三百 五百 他說沒有啦 一張五千 我說 比他們的票比較兇的 五千 他說沒有啦 那是沒款的 我們來看不用錢 是把我們贊助六件的就對了 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這些文物場一定要好 老天爺可能也懂得我們一片的心 那也一直在想說 既然學員學了 就要讓他們能夠上大舞台 這也是我一個很大的想法 那也是想說要怎麼把這些演員 往上推 能夠讓他們更上一層樓 體驗什麼叫真正的戲曲 要嘛就不要做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所以用了一流的樂師 用了一流的音響 都是最專業的 那這個部分也可以補足說 我們遠遠不足的地方 那也讓增加這個節目的可看性 那當然我們期許說 有一個第二場 第三場的 一個文化劇的呈現 光是一山的行頭下啦 有時候來個五萬十萬 是屬於正常的 所以我們是最有水準的團隊 我們是最有氣質的團隊 不僅說出那個修正的一名真正 喔 那個阿頭 修靠路盤一門散不敵啊 嗯 修靠路盤一門散不敵啊 啊你不是說他自己念門來 一門便敵 啊我已經跟他打倒了 啊現在是不是叫我真好大呢 啊